美国陈关基金会在盟事举办奖学金帮发仪式,洛杉基中领馆教育参长袁东,教育领事李立群,陈关基金会会长徐慧成,副会长林日深,主席朱玉明,美国华裔教授专家晚教授江正英等嘉宾均有出席。 朱玉明主席代表基金会向王浩辰,陈敏坤,徐蒙毅三位南加大的华裔学生帮发了奖状和五千元的奖学金,希望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,鼓励他们未来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。 徐慧成会长在会中也表示,这三位学生不仅成绩优异,而且多才多艺,当晚他们也分别表演了二胡钢琴演奏和说唱表演。 然后呢,书当然要念得好,他们都是念得非常好的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,就是我们需要他是有强大的领军能力,今天我们帮助了他们,如果他是有领导能力的,将来他当了社会的栋梁,将来做了很多人的领导,他也一定会记得,当他在念大学的时候,一群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帮过他,他也会去把这份爱心传扬出去, 帮助别人。 陈光基金会自2005年起,在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创办20多所陈光学校,并资助400多名大学生,到贫困地区支教。 去年开始,与陈光基中领馆合作,也向海外自费留学生帮发奖学金。 也希望这个陈光基金会在今后呢,一如既往呢,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,特别需要的地方呢,支持的那些教育呢,继续来从事这些善举,把我们的中国的教育变得更强大,使我们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级的人才,做出贡献。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,肉软机采访报道。